哈喽 大家好 各位妈妈妈爸你们好 Bina Mami 今天为我们的猫孩 Bina Gia On来没 准备了蒸鱼片 新鲜的蒸鱼片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鱼片呢 因为鱼本身就有一种高量的蛋白质 而且呢 鱼中的必须脂肪酸治疗皮肤疼痛 受损或发痒 这是有效的 鱼中的必须脂肪酸 能治愈皮肤疼痛 受损或发痒的问题 鱼里面的Omega 3脂肪酸 对狗狗的关节炎问题 也有很大的益处哦 但是呢 吃鱼也要小心哦 如果鱼选得不好的话 营养品也会变成慢性毒药呢 那选鱼也要小心哦 因为呢 比如一些寿命比较长的鱼 应该在你的黑名单里面 生命周期越长啊 就拜得把拱啊 重金属会存在鱼的体内里面 会越多 像金枪鱼 高油高盐的金枪鱼罐头啊 那就更可怕啦 所以呢 大多数的厂商 他们都会用生命周期比较短的鱼类 比如三文鱼 白鱼 飞鱼等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知道更多 那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大家可以来一起讨论 一起交换美食菜单哦 不过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要给生鱼哦 因为生鱼有携带 三文氏菌和里斯特菌等有害的细菌 生吃鱼呢 不仅会危害狗狗 还会波及家人啊 因为啊 狗狗不小心舔你一下 那细菌就会传到你的身上咯 所以呢 生鱼需要经过简单的蒸 煮 再给狗狗吃 能避免很多问题啊 大家千万要记得咯 虽然吃鱼呢 有好多的营养 但是鱼也不应该成为主食 单一食物的来源 会使狗狗 非常容易生病 而且营养不良呢 病了我们来没 妈咪还没有讲完你们就吃完啊 嗨呀 这么快 看来我今天只能聊到这里啦 你们有什么意见 想要跟我们说的 请在下方 都跟我们留言 让我们可以继续互动 所以要你们 能从今天的影片当中 能感受到一些欢乐与正能量 请展开你们的小指头 为我们点赞 订阅 我们就可以在 每一期固定的时间 躺在你的手机面前 继续为你带来欢乐与正能量 那我也祝你们 幸福每一天 我们下个礼拜见 Bye